今天我們來做兩道菜 一道是雞翅蒸南瓜 大家在問這個南瓜是什麼南瓜 是日本南瓜 就是這一種 因為它比較粉 那麼然後呢 我們另外一道菜是 切在網炒蝦 下面我們切在做那個雞翅蒸南瓜 雞翅呢我提前先把它醃好了 那所有的材料都在 都寫的 然後呢放上我們洗了以後 我是泡水切 雞翅先泡水冷水 泡它兩個小時把水水去掉 然後呢雞翅化刀 化刀以後呢加鹽 胡椒粉 料酒 雞蛋 生姜 蔥 捏 手抓抓抓抓抓 拼命抓 然後煮入味 對然後味道進去 那你泡水的話要不要換水呢 泡水 那我就兩個小時姐姐就是 沒中途沒有換 沒有換 對因為雞翅比較小嘛 冷水 對要冷水泡 對要冷水泡 然後呢這裡是提前兩個小時 泡好的雞翅 那這個是糯米 糯米 糯米呢也是提前泡的 我是昨天晚上泡上的 今天早上把水倒掉 就這樣放在這裡 對前一轉上就要把糯米泡起來 然後呢現在是南瓜 那麼今天呢這道菜是有肉 又有主食 我們可以吃到糯米 也可以吃到南瓜都有 所以下面呢我們把南瓜處理一下 南瓜呢我這個南瓜把它切開 對半切開以後呢 我是把皮 切掉 因為蒸起來呢比較好吃一點 所以這個皮呢把它去掉 其實一般我們在吃的時候 日本南瓜的皮 炒得不好吃的 我們都要吃的 蠻好吃的 這樣把它 忙挖掉 皮切掉 就跟這樣 好剛剛有人 後來才進來的 我們就講一下那個雞翅膀 它要在 要在清水裡面泡兩個小時 然後瀝乾以後呢拿出來 在身上畫兩刀 然後就放 放釣酒 鹽巴 生薑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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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我們現在不知道需要不要講英文 我講不需要講英文 應該要看見哪種字 中文 如果有人說英文 讓我知道 OK 這個雞翅膀 只需要 放在水裡 兩小時 之前你用它 所以要拿出 把雞翅膀 從雞翅膀 然後 拿出 把雞翅膀 拿出 把雞翅膀 從雞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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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把雞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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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 門花呢 我們切成這個條 一條一條的 那麼我今天用到 是八的雞翅膀 那麼這個根據 你自己家裡的盤子的大小 那麼我們這個盤子 我就可以放七個 所以這個形狀 看起來 像雞翅膀 你看她在 雞翅膀 在雞翅膀 跟雞翅膀 雞翅膀 在雞翅膀 做雞翅膀 最大的長處 就是她不會擺 就是會把它擺得漂亮亮亮的 所以 它看起來很美味 所以 所以 你把雞翅膀說出來 是很重要的 雞翅膀 不是 只要好吃 當然 非常好吃 真的 然後這裡呢 我們把水 可以燒 你把它燒開 鍋裡放 就是冷水 我們把它燒開 把鍋裡放 把鍋裡放 我們把它燒開 好 好 下面我們盤子呢 是這樣 就是 一個 一個暖瓜 一片 然後呢 一個雞翅 雞翅呢 我們要加糯米 因為她的他們 不知道吃片本味的 所以我就少放一點 大家如果喜歡吃糯米的話 你可以把它整個包起來 包起來吧 對 可以把它整個包起來 就像那個 珍珠丸子一樣 好 楊阿姨妳這個糯米要不要調什麼料 還是不需要 就是 我是什麼都沒加 就是 因為很像要放上醬油嘛 所以味道應該夠了 其實呢 我們味道也加得滿重的 OK 好 謝謝 謝謝 不過它的糯米是前一晚上就偏泡的 你知道 你看 你必須把水放進去 糯米 讓它把水放進去 再煮 哦 糯米要泡軟就是不能乾乾的 I see 對 要泡軟 I see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蒸的時候 蒸20分鐘 15分鐘到20分鐘就夠了 所以你不可以泡瓜的話 這個糯米就蒸不出了 I see 了解 對 大家喜歡吃糯米的話 你下面可以貼上糯米 都換一點 那如果做粉蒸排骨 是不是也是糯米要泡軟啊 對 做粉蒸排骨也是 粉蒸排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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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蒸排骨有粉蒸那個粉 蒸粉 對 粉蒸肉的粉 對 沒錯 這道菜那天呢 我家一做過 很好吃 我就說 欸這道菜可以用 這道菜是 又好看 又好吃 而且現在南瓜正好季節 我們家今天的南瓜 我們家今年沒有長相那麼多 我們長了大概十幾個南瓜 是那種大陸上海南瓜 長長的 不是像美國這樣圓圓的 也不像日本南瓜這麼這樣圓圓糊糊的 可是也很粉 嗯 我們那個大陸南瓜跟這個日本南瓜味道很像 欸 蠻好吃的 對啊 我本來要拿一個就被他拿出去做裝飾了 沒得看 欸可以看 我們家的 你看我們家的柿子長出來 看到沒 好漂亮 我們家的柿子已經長得好漂亮 好漂亮 很完美的樣子 哈哈哈哈 兩棵柿子樹只長了三棵 像全個也不知道誰 不知道什麼松屎吃了還怎麼回事 OK 你看這樣白桶就很漂亮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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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現在我們中間也放上 南瓜 這個南瓜呢我們就切成這樣小塊就可以了 然後就擺在這裡 沒有浪費他給一片小塊不可以放得少用 因為難怪好好吃喔 其實這南瓜非常好吃 好 對 現在現在的病情會變得更撲 我覺得我們不可能去哪兒得更快 所以我們會把煮好結束 根本就要繼續做一整個月 我们已经准备了 然后我们有另一年 听说现在很多人 都变成很好的厨子了 今天这道菜 比方说一家三口 就是很方便吃 一排菜煮食 复食都有 对啊 好 这样我们差不多了 那么如果你人多的话 你可以蒸两盆 或者两个盆子 好 那么我们就这样 那么现在放到水开的锅里面 对水 那么放下去煮 大火蒸20分钟啊 大火要蒸20分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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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开始煮 好 下面我们这边再蒸 呃 接下去啦 我们来做一个海鲜啦 就是蝦 三胡蝦 三胡蝦 三胡蝦我们买的是活蝦喔 这个是好漂亮的 我先生刚刚还来的 真漂亮 对吧 今天比昨天还大耶 对 哦 你看 真漂亮 你看这个就是三胡蝦 我刚才已经照片发给 军里面发进去了 大家看到没有 那这个就是三胡蝦 刚买的的时候是活的 那么我呢把它洗了以后 已经处理过了 整个处理 那么这个蝦呢 因为是火蝦 所以它稍微准 用冰水 把它洗下 因为它有时候有沙 那么其他呢 我都已经处理过了 那么有了两个 那这两个 那么怎么处理呢 洗干净以后 我们就是把它 戒一下 这个其余的哦 可以解掉一点 因为太长了吧 就这样好看一点 然后呢 这个背上 让它更入味 我们把它剪开 因为它这个活蝦 它没有那个 那个沙 没有那个沙啊 对 没有沙蟹 好 你看 这个蝦解开以后 可解开以后 我们把它 剔开两半 就是沿着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里面没有那个沙蟹 可以把它剃到清深一点 就对了上 对 因为让它可以入味道 对啊 OK 你看到没有 很轻轻的 好漂亮 是吧 它就没有沙蟹 所以我建议买这个蝦 就是特别好吃 价格也是高人 但是如果这个买不到的话呢 我也讲过了 就是我们买那个 有头虾 比如大一点的有头虾 也是可以的 但是记得一定要冰水洗 冰水洗的话 你看这个虾 这个会有弹性 会有弹性 对 OK 你看 切开了 OK 那么这里的虾 我都处理过了 然后腌的时候呢 我才要写的 就是用那个白酒 高度白酒 像那个二波头那样的白酒 对 高凉酒 高凉酒 然后呢 生姜 也是葱 然后呢 胡椒粉 那么 放了一点那个鱼露 鱼露 对 因为它 就稍微放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的鞋蛋 是很咸的 所以让它味道不进去 稍微有一点 那么就是这样 让它盐 因为它十类个足够可以 要盐吗 不用盐吧 不用加一点 就是鱼露 鱼露 草 凉鱼 烤鱼 烤鱼 什么叫 什么叫 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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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烈的 非常强烈的 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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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氨 白酒 我给你 哦,你看看,大人,大人 哦,白酒 这个是白酒的那些 对,我是用这个 美梁艺 你可以用瓦克,OK? 对,高粮 高粮,二国有的 你要强一点的酒 对,强一点酒,不能要黄酒 不可以用黄酒 对,用黄酒也可以 强味道 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用到 这是一个鞋蛋王 鞋蛋王 那么鞋蛋王呢,我就是买了这个 牌子 海外的这个 那么它这个味道呢,我试过了,正好 正好 那么把那个蛋王拿出来 那么蛋王拿出来 像这个是12个虾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 用两个蛋王 一个是没有鞋味的 我就是彼此太太吃 把蛋黄留下来的 一个蛋黄 那么其他的 你可以如果火会重一点的人 可以煮上一个蛋王 对 然后呢,我为了不浪费那个蛋排 所以呢,我这个就是鞋蛋排 鞋蛋排呢,我配在这里 放了一片那个豆 那么就是很加我们可以吃 不浪费 一起就可以吃有素菜 对 那个不是当这个菜垫底的啊,不是 对,就是这个菜垫垫底的 对 好,现在呢,我们来做这一个菜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衣服 我们要把虾要先煎一下 那么现在大家都是吃烧油 那么我呢,不想去那个油炸 就是稍微放一点油锅里 我们把它煎一下 有点声音了哈 因为我需要炸油锅的话 就要开一台抽出气了 那么锅,锅要稍热 因为虾一定要锅,一定要火 一定要火热 我看它好像没有多少油 一点点油 反正锅底把油晃好就好 对 它不是用炸的,而是用煎的 对 那么饭垫里面把它炸了好一点 直接就是马上下去 放到锅里面再一下 你要不要 然后我们把这个生姜片 我们都可以放在这里先煎一下 这种香味,咱们不是变香吗? 我们这个就可以用出来 难怪这么香 你每次要把它先煎好香 对,一定要先煎 对 你先,就太多用适量了 这块就是炸的粉 就变得太甜 所以炸太甜了 那些奶油大多了 那些泥奶油,对不对? 但是待会我买了 我发现是这样 今天价钱呢 有仓吗? 我不知道 有点多 一米多分 今天买了十三个 那这个呢 我们会关注你们自己家里的 超少的一个 对 对 那么像我们吃了两个吃的这个 而且我以前买过这种虾 我们把它白酱 白酱实在是吃虾肉 可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味道 而且你这样吃就很好吃 因为它这个香味很坏 白酱也很坏 所以白酱也很坏 所以白酱也很坏 你是不是说白酱 就是 白酱也很坏 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就是夹的味道 等下把它炸到熟一下 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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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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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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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大火喔 一老虾一定要大火 知道嗎? 它必須要很高燥 不然的話 虾這個肉會老兩人不可以吃 大火 一定要大火 很高 很容易煮 所以你不必煮煮太久 這個味道會更好 這個菜下酒可真好的食物 最好的下酒菜 這個菜下還是我可以吃 大人有點愛吃 它很香 其實平常我自己喜歡吃蝦 我跟蝦根吃肉 你也不太愛吃肉 可是今天的蝦根味道很棒 每個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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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這樣就可以 好了 你看 兩邊就是這樣 然後你看這裡面 要看一根葉擺爛 那就更好 你看看你變得更好 你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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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蝦子要不一樣 它做起來還直直的 就是這樣給你 給你一點點的 你要吃的 是吧 如果說要直的 要直的話 你把這裡有牙筆 要穿起來 對 我們不是有時候有大蝦嗎 你不是用那個毛筆 或是穿起來 穿起來的話 它就這樣 它就穿起來 都是買大蝦的 把它小小出力給它 被騙 好 OK Now we see our beautiful fried shrimp 下面呢 我們要炒蛋黃 蛋黃呢 對 你放到小小就要賣一下 蛤 對 你大小好 這請客氣不好看 好 咦 我們要倒一點油 現在要用中五分了 我要倒一點油 你一點 你一點很煩 你把蛋黃放下去 炒 要炒 炒到什麼程度呢 要倒蛋黃炒成茶的 泡泡 就可以了 那是可以了 這樣就要去這個巴巴 杨姨你刚才放的是三个咸蛋黄和三个普通蛋黄 我是两个咸蛋黄 放了一个半普通蛋黄 这普通蛋黄是废物利用放进来的 因为我早上只能吃一个蛋黄 所以都会多两个蛋黄出来 一个蛋黄三个蛋白 所以杨姨等一下给我们看一下你买牌子的 因为我也买 我看看牌子跟我买的一样 我照一下 照了我照一下 我应该也是这个牌子 来 行 那普通的呢 比如说十二个虾 就是两个蛋黄 应该差不多了 普通也就是三个蛋黄 它的味道真好 还有杀营一样的炒起来 这是熟蛋黄吧 它是熟的 对 摘出来以后呢 它蛋白就把它 放青豆在下面 这样就变成调味 可以吃掉 不然就蛋白怎么办 对不对 待会儿这个就是它垫底的盘子 你知道吗 它们很多菜用金沙 这个是金沙的 你比如说炒南瓜 金沙南瓜也是一样的 哎 你们知道了吗 因为很多菜都是金沙的 现在才知道这样炒 金沙 金沙苦瓜啊 就是这样 一样的 金沙苦瓜可好吃了 对 加南瓜 南瓜片 我们南瓜片放油里面稍微打一下 然后就是这样 接下来 南瓜片在油里打一下 然后把这个拌进去 对 对 然后也是这样 接下来 这个咸蛋黄蛮多用途的哦 又可以包粽子 也可以做粤笔 也可以炒菜 中国人算很厉害 我是不是有时候自己觉得做菜太厉害了 好 现在稍微火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点油 现在炒出香味来了 已经很香了 你们闻到 我都闻到了 有人伸伸来吃 我们现在加油以后 蛋黄蛮炒成这样的情况 大家看到没有 蛋黄蛮炒起泡泡了 你看到 泡泡泡了 你看 泡泡泡了吗 它 泡泡泡的 蛋黄蛮 它差不多像一个汁 对 然后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虾倒进去 把每个虾都煮上蛋黄 它这个四只虾就很香很香 它开锅到了火 还是小火慢慢开 它现在就是 也是中火 中火 对 也是中火 不要它焦这个 因为你要焦焦嘛 蛋黄蛮炒 它炒到完全干干 这样 完全入瘦身 对 它煮起来 让它这样香味会进去 而且我想越早就越干越香 是啊 越来越香 所以我火现在调的稍微高一点 把它香味进去 煮就可以去锅了 那么如果喜欢吃辣的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吃那个辣椒粉 对 炸一点辣椒粉 我们可能只要用一半辣一半 你看我们家有辣椒的机会 好啦 这样就炒进去 它味道会进去 越炒越香啊 蛋黄越炒越香 我会把那个盘子给你 好 我就把那个盘子拿过来 好香哦 蛋黄的味道好香哦 I'm hungry 哎呀 每个礼拜三晚餐 你的食物店你就可以吃了 对啊对啊对啊 你们要不要过来 等会来吃吧 开了菜就过来了 他们一打虾 我怎么吃的完 我看了都饱了 人家就两个人吃 这家洋衣三个人吃饭 哎 明天拿到我家来 明天就没那么好吃 我告诉你 very good idea 这个已经真好了 我们的南瓜也好了 已经关火了 太多 还有一些 就放往上翻了 一多就不好看了 这次可以再放一个 下一个树 这次可以再放一个 这次可以再放一个 再放一个 ok no kidding 啊 很热 好香哦 真的好香 好 哇好漂亮 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又漂亮又香 嗯 这样对啊 哇 nice k next one almost almost done 我们现在这一个呢 是已经正好了 时间到了 20分钟时间 我们已经到了 是不是真的 这个比赛 好 你再抢镜头啊 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 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的很好玩 這是什麼 可以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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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 放進去 油 你知道我們家的菜板 分一斤 他知道 我不知道 菜板切生菜的 絕對不會切切肉 切肉完以後 絕對不會切蔥 哇 哇 否則 就很不安全啊 對不對 菜太我不是 菜太剛才說我切生 我還以為她那個 因為我看到她弄蝦子 這個板子是不是 弄蝦子 對 理論上好像是這樣 切熟食歸熟食 生食 碰碎生食 因為當初生食的那個 你再洗 還是 容易洗菌 好現在呢 我們這個鍋 這裡是蒸好了 我看一下 應該是可以的吧 20分鐘 亮晶晶的那個珍珠 可以嗎 很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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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真熟的 其實很熟 其實很厲害 對 20分鐘 對 我們大概這個20分鐘 正好的這個肉 你正好亮晶晶 才會出來 那這裡面這麼多湯 這麼多湯怎麼辦 我們等一下湯 就時間倒進去 我們在這裡來燒 我們就醬食 我們就少一點油 然後呢 放一點蔥花 把蔥花放香 然後再加一點那個 蒸蔥 所以剛才我們就米在裡面 南瓜裡面是很有味道的 然後呢 我們要把這一個湯 這裡不是有很多湯嗎 那麼我們把湯汁倒進去 放在湯裡 所以我們要把湯汁倒進去 放在湯裡裡 就是蔥 然後加一點油 對 生抽 吃醬油 所以這個就是有味道啦 對 所以裡面裡面 你什麼都不擺啊 就是蔥 然後加一點醬油 對 生抽 所以可以啦 因為這個就有味道啦 對 讓它吃原味 而且真的吃雞翅的湯也進來了 對啊 這個湯汁要不要勾芡 我不需要勾芡 因為我們太太他們都不愛大吃店粉類的 所以我很少勾芡 勾芡比較健康對不對 免費 勾芡不是番薯粉嗎 勾芡不是紅色的嗎 對啊 就是從店粉類嘛 這種筋 這種東西都是 做出來的 加勾芡 如果要勾芡的話 現在有一個就是用 塞藥 塞藥磨住泥 加勾芡 對 這個很好 這個湯汁呢 稍等它起泡泡的時候 起大泡就可以了 會比較濃一點的 對 起大泡泡比較濃一點 因為像這都是南瓜的湯嘛 所以把它整個南瓜雞翅 對 看到沒有 這樣濺泡泡的湯啦 最主要你把它放在糯米上 因為糯米沒味道 對 南瓜也沒有味道 會甜的 所以它就有甜味 所以我不放胡椒粉的黏在這裡 它就黏的味道出來 漂亮 哇 健康的感覺 對不對 要好吃 要健康 對 雞翅的肉也特別鮮甜 那如果要好看一點呢 我們可以點上一點那個 肉雞周襲 對 加點紅色 對 哇 OK 大公園 不倒陳 不錯 這個 這個紅花也很 你要什麼 這個紅花 好 換點紅花 好 OK 要快一點 我們家羊羊這個很會擺盤子的 你現在翻紅花 這很健康的東西 什麼是紅花 你是要翻紅花嗎 那是你做的 你知道你做的 你做的 你做的 讓我來看看 新薑三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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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印的 所以他不確定比他們還好 OK OK 對 這樣啊 我們就放山薑 蔥 料酒 然后盐 白胡椒粉 鸡蛋 有鸡蛋 对 加一个蛋清就是 拼命 捏时间 就是要捏它六分钟吧 OK 进味 对 让它入味 然后呢 处理这一个鸡翅的时候 我们要泡冷水 泡冷水 泡它两个小时 把血水去掉 你不要用水里面 用水把它煮 不要煮 煮的话你就蒸起来这个鸡翅 就味道不一样了 所以把它血水先泡掉 对 先泡到血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杨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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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一点人上来 多一点人上来 不好玩